大家好,我是真实局 1937年8月4日 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 凭经济现,人民荼毒至此 虽欲不战,亦不可得 否则国内避其分崩之祸 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窝作战 两天后,他便以国防会议议长的身份 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防联系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的国防会议委员 国民党内重要领导人 以及重要省份的主帧者 包括那些与蒋介石关系比较疏远 甚至紧张的人 如广西的白崇喜,四川的刘香 山西的延西山 甚至还有当时红军的周恩来 朱德都受到了邀请 换句话说 这相当于是当时可以主宰中国命运的一拨人 坐在一起开会 会议的主题也很简单 就四个字 团结抗日 本期视频真实军就和大家聊一聊 从918事变的不抵抗 到七七事变后的全民抗日 蒋介石到底是怎么想的 从本期视频开始 真实军将制作关于抗战系列的真实历史 感兴趣的客观可通过关注来第一时间推送 咱们也该认识一下了朋友 1937年7月底 就是这次联席会议召开的一个月前 北平天津陷落 这相当于华北不到一个月就已经没了一半 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 目前中国之形势乃是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 在会议上 他还发表了长篇演讲 这里摘抄了一小段 现在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 生死存亡的关头 各位应该绝对将个人的一切撇开 完全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来讨论决定打击 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 这哪是我中学历史上看到的老蒋 印象中 他应该是一个怀抱着对日清和 不抵抗 攘外必先安内的蒋光头 毕竟918的耻辱还在 对红军的几次大尾奖也才发生在一年前 这无疑刷出了蒋委员长心的形象 注意 我可不是有意去洗白某人 咱们只是就事论事 1937年7月7日 日军以失踪一名士兵为由 要求进入晚平线搜查 说白了就是想挑事 尽管那名日本士兵20分钟后就归队了 日军仍然一再无理要求进程搜查 随后日军就炮轰晚平 卢沟桥事变打响 日军开始调集重兵 全面清华 为什么要从卢沟桥事变说起呢 因为这是个重要的时间点 在此之前 蒋介石和当时的国防委员 对于日军的态度 在是战事和两面上选择的是和 所以六年前 918事变发生的时候 东北军一枪不放 日军长驱直入 占领东北三省 他认为 你打我 我不还手 看你还有什么脸来侵略我 去哪说 我都站这里 但天算地算 他就是没有算准 日本人就是不太要脸 就算你东北军一枪不放都撤退 让我占领东北三省 我顶多也是脸皮薄六年 该侵略 我还是要侵略 张学良针对918事变晚年 就说过 这样一发 说人家骂我不抵抗 说骂我不抵抗 那不能 我们打不过人有什么 那他愿意你抵抗 那让你惹是吗 他愿意你挑不抗 愿意 你被事情扩大了 最好 他赞成 那么 那么我们就是 证明了 我们是没有人 是完全你来侵略我们 那你抵抗呢 你要挑不设回 他就说赖你 你觉得 这看着像是晚年的张学良说的吗 其实这不就是当年蒋介石心中所想 曾经匿口一个汉亲 叫的比谁都火热 东北军撤退 导致国土沦陷 这样的命令 这样的责任 我觉得汉亲同志不敢想 他也担不齐 所以咱们简单去理解一下 当年蒋介石的心态 他对日本人和国际社会 其实是新春幻想的 并没有认为 他小日本感冒天下之大不韦 去发动侵略成车 就算发动了 国际列强也不会放手不管 所以不管你怎么挑衅我 我都躲着点 让你抓不着瓦柄就好 那是什么 让蒋介石又抱定了抗战的决心呢 卢国桥事件后 南京国民政府又再次陷入了 是战是河两难的问题 这次的事件到底是侵略 还是局部摩擦 蒋介石拿不定主意 这原因有二 第一 蒋介石还不想开战 第二 日军放了烟雾弹 迷惑蒋介石 不过可以肯定一点的是 这次的蒋介石 没有像918一样不去抵抗 因为通过上次 他彻底看清了猎枪的嘴脸 靠别人是靠不住的 所以他的方针就是 不挑战 必抗战 这其中当然有张学亮西安事变的一份功劳 毕竟蒋介石自己通告全国连共抗日才刚刚半年 如果反悔 岂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 日军出关后 他对当时驻守华北的29军军长宋哲远这样说 如果宋主任因环境关系认为需要忍耐以求和平时 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之下 与比方谈判以求换兵 但仍需做全盘值准备 然后一边加紧备战 一边同日本政府交涉谈判 希望通过谈判让事件不再扩大 但你如果非要打我 我就只有应战了 可鬼子很坏 故意找事 他表示只跟宋哲远谈 因为冲突是跟他发生的 拒绝和南京政府谈 意思很明显 我还是在挑衅你 还公然警告南京政府不要干涉警察当局 蒋介石肯定是不乐意的 这明板是在搞分裂 便在7月19日给日本提出了一份备忘录 里面重申了中国政府不扩大事态和和平解决本事件的原则立场 提议中日双方应该停止军事调动 并将已派出的武装队伍撤回原地 再次欢迎国际方面进行斡旋调节攻断 同时也表示 只需有一线和平希望 中国绝不放弃其依据外交途径从事和平解决之努力 这种软弱的态度和对日本良心发现的幻想 就失去了事件之后中日对峙时的最好时机 当时的29军在卢沟桥附近部署的兵力占据着绝佳地形 且兵力有两个师 日军只有两个大队 也就是说如果日军贸然再往前进攻 就有容易被包围的危险 所以日军通过谈判来实行缓兵之计 紧急调动部队入关 事件发生后的第九天 也就是7月16日 日军已经调动了五个师团超过十万人入关 完成了被包围北平天津的战略部署 当他们一切准备就绪后就懒得谈了 直接开始大举进攻 炮轰长心殿狂炸狼狂 至此从29军的宋哲元到国民政府蒋介石才彻底明白 原来日本这不是来打我 是要来杀我的 短短一个月时间 北平沦陷 天津沦陷 华北处于危机当中 当平津沦陷的消息传到南京 还对和平抱有幻想的南京政府蒋介石彻底死心 而他也决心殊死抗战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国防联系会议 并在会议结束十天后 就部署打醒了一场中国近百年来最团结的一次战役 宗护会战 为什么这么评价他呢 老蒋对于抗战到底下了多大决心 我是真实君 只讲真实的历史 咱们下期接着讲